我们每一次花钱买东西 都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心理的愿望 希望靠着花钱能够达成 有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东西 是觉得自己可以省时间 省力气 什么叫做省时间 省力气 大部分说穿了 就是贪图一个懒字 如果你花了这个钱 结果能够达成你 不要花费这个力气的目标 这样就算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花钱的背后 到底可以懒到什么地步 你可以懒到什么地步 我可以懒到就是忙碌了 大概一两个多月之后 就回家躺一个礼拜 然后声控我的小孩 帮我做任何事情 你曾经声控你的小孩 做过什么事 就是他们都放学之后 一定会过来跟我请安 就是我规定的 就是要回来说 妈妈 我们回来了 我就会说好 赶快去写功课 然后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会用很着急的那种语气说 你等一下 然后他就想说 什么事 妈妈 我说你过来一下 她说怎么了 我说快 我的水壶 她说怎么样 我说帮我加点热水 她再说 就是你态度要表达 说很紧 可是小孩上课一天很累 可是妈妈工作一两个月也很累 那如果模仿妈妈就说 妈妈妈 然后你说什么事 她就帮我加点热水 这样可以吗 我说自己家 就是你可以伸控你女儿 你女儿不能伸控你 当然 是我伸她的耶 你这句话很糟糕 就是你将来会一整 一整辈子都要控制你小孩的人生 就因为你伸出来怎么样 你就拥有他们吗 没有啦 我就是说趁他们还愿意被我伸控的时候 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啊 因为他们长大一定会说 你自己不会去弄哦 那我就说妈妈老了 动不了了 就是再只好看另外一个方法啊 所以懒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就有的时候是物理性的懒 有的时候是精神性的懒 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花花了解一下团 他们这几个人要告诉我们 就是他们对于懒的定义以及懒的故事 欢迎五位你们好 可是你们五位从体型上看起来 你们站一下好吗 我觉得你们看起来没有一个人是懒的耶 大索看起来蛮懒的啊 懒得弄头发懒得打扮 我就是比较懒的搭配也不太懂 然后 头发好像真的没有弄 头发完全没弄 完了发型师得弄掉了 你有你有弄吗 有有弄啊还有发胶上面的 你弄了什么 就是喷了发胶显得黑一些 蓬松一些要不然就 就是你本来来的时候就是有刘海 他只是把你喷印是不是 对对对 铁刘海嘛 OK 所以 阳高明看起来很瘦 应该不是懒人 而且他化妆一定是勤劳的人 我是那种晚上6点录节目 早上6点就会来化妆的 看出来 黄飞 你今天这一生怎么说呢 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那个 风貌的先生 没有 就想假装自己是走在时尚风口浪尖的人 然后就刚刚想尝试一些比较潮的造型 我觉得像加拿大边境的寄兵落难之后的样子 我觉得你很适合懒 因为你是一个颓废的样子 但是我觉得体力劳动是这样 如果你在健身房举铁 你就会觉得很有活力 你有去健身房 我有啊 我有 你练到哪了 就是正在练 但是如果在家里就会觉得特别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 我说你去健身房举铁 你哪里有把你 也稍微有一点 他没有要摸你 我就我要自信自信 因为我也懒走过去 我觉得留造型胡子的人其实不懒 因为他得定期修剪 他得修啊 对对对对 你有乱七八糟留着满脸的那种 平时会那样 但是上节目就要修 而且他连眉毛都修了 对 你有修眉 对 你先问一下 你是不是摇滚越界的人 你修眉 我给他修了 没有 因为他们说 修得很干净 而且还剪呢 说这个帽子必须要配合眉毛戏的 而且我造型师说的 所以你这顶帽子是本人的吗 是本人的 戴出门的那种 对对对 哇 Licky不是懒 你看起来就完全运动者 对啊 但是我其实在家里 有些时候真的也像 刚刚S姐说的 可能就真的懒得到谁 就想就是 拆遣别人 对 可是你有谁可以让你拆遣 就是没有人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法宝 是不需要有人 就可以拆遣了 妈妈可以拆遣吧 我不敢拆遣 我妈都是我妈拆遣我 对啊 所以小孩就是有这个 孝顺的心 是吧 对啊 晴天懒吗 我懒啊 我跟Nicky一样 是懒在家里的人 OK 就出去还是不会 出门会 出门还是会勤劳一点 对 因为你有健身嘛 我有健身啊 所以健身的人 撑不上是懒的 撑不上 但是健身的人 通常都很不喜欢健身 他们都是每天逼自己说 我今天一定要出去 不行 已经休息两天了 逼自己一定要出去 你有没有觉得 做一个爱健身的人 结果被跟脏红飞裂 在同一个等级 会觉得很苦怪吧 不过没关系 好 欢迎各位请坐 所以今天他们五个人 会帮助我们了解懒 这件事情 以及花了什么钱之后 可以达到懒的目标 然后我们有一位 媒体研究专家 他会告诉我们很多 藏在这个背后的秘密 我们如果没有找出答案来的时候 他会帮我们找到线索 好 我们欢迎我们的冷松博士 欢迎冷博士 那今天我们要请大家一起看账单 这个账单来自我们的 等一下的来宾 所以账单当中 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让我们猜一下 这个账单背后代表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哇 耶 你为什么要害 我需要知道一下你的 天帽账号和密码 那岂不是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也要输啊 完了 我都不知道我买了些啥 好 好 我们现在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看 还没有现身的来宾 他所带来的账单 去带收获看看 这是第一位的账单 是 我们看到 虚冷冻的奶酪蛋糕 蛋塔 这表示是随时收获的人 要立刻把它放进冰箱吗 冰箱 对 要么就快吃掉 所以家庭 所以如果它放在门口就不行啊 所以 也有 有限时间的 然后接下来是 奶酪芝士 拉丝年糕蛋糕 哇 这些所有的东西热量都很高 浓厚香连 起司饼干盒 它是一个冲着所有 起司 冲着起司来的是吗 对 再下来是软糖 然后有酸奶跟各种白桃口味 好 接下来是锁骨 锁骨链 百搭长袖 长袖 女装女装就这样 它感觉买的衣服都是瘦子穿的 可是 买的所有的食物 热量都非常高 你是不是干吃不胖 气死人那种人 如果吃不胖的话 代表它一定不老 很年轻 对 代谢快 是吧 你这话我不敢接 你直接看 是你自己的体验吗 哈哈 我叫你接你还真的接啊 哈哈 有可能食物都是拿来送姐妹们害她们 然后自己穿瘦子衣服 有可能 对 心机重的女生 好再往下 辣条 香辣口味 素食 真实 只有一份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一个疯狂的人 不是 可能就姐姐船 好的 不行 她们错了 她们错了 她那个是一个那个大 大袋的 然后它里面有小块 然后它也很大一袋 很多很多的小块 对 撕开的那种 好 接下来大包的零食 也是辣条 辣条量很大 螺蛳粉三代 螺蛳粉 好重口味 螺蛳粉 螺蛳粉 不是 真的我真的买了很多螺蛳粉送给大家 您包块有我的 对 螺蛳粉